今天,我们来讲一下挡烟锤壁的施工标准 1.定位,首先清理现场,然后重新测试轴线和高层控制线,将其放置在屋顶上 确定垂直强体挡烟锤壁的终点线位置,并检查是否满足施工条件,下一步施工 2.固定,必须根据位置使用电钻钻孔,清理孔时 将不等边63毫米的板固定在短边上,膨胀螺栓的间距为600毫米 根据不等脚钢的定位,侧面膨胀螺栓固定垂直的50毫米龙骨 在天花板的金加工表面上,间距为610毫米,长度为300毫米 3.固定硅酸钙板,固定垂直50毫米脚钢并安装硅酸钙板 硅酸钙板的双面胶缩处理需要在完成表面处固定在200毫米的高度,并且没有垂直脚钢 零件的水平件由50毫米脚钢扎节加固 4.填缝,检查无误后,管理人员应采用防火油脂填缝检查裂缝 填缝应密室 5.验收,完成了防烟垂直墙的安装,填写移胶自检记录 验收和隔后即可进行验收 好了,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就关注收藏吧